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这是大家常听到劝人为善的一句话 意味着无论曾经做过的任何事情 总会有人知道 况且百密总有一书 是不可能永远被隐瞒住的 因此应时时回光返照 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为善 千万别以为旁边没人在看 便自意妄为 只要是错因果的事情 终究会被知道的 还有两句话也是常听到的 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这些警语都是在劝戒众生 对自己所做过的一切行为 一丝一毫都不会因时间过了 就消失无踪 凡是种因结果 只要种下了恶因 最终一定要由自己去承担果报 正所谓因果不昧 三国时期 刘备逝世前 告诫儿子刘禅 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告诫刘禅 只能做好事不作恶 无论大小切勿为恶 因为往往小小的坏事 经过日积月累后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足以动摇果本 佛教有件野狐禅的公案 有一天 百丈陈师上堂讲经说法 下座后大家都已散去 独留一位老人不肯离去 百丈陈师便问他是谁 想要做什么 他说 实不相瞒 我不是人 在以前加社佛时代 本在此善修行 因为有个学人问我 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 我说 不落因果 因为这句话 便做了五百世的野狐精 没法脱身 请和尚慈悲为我开示 让我解脱狐离身之苦 百丈陈师说 你把学人问你的问题 现在重新再问我一次 老人便道 请问和尚 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 百丈陈师答道 不媚因果 往人言下大悟 便向百丈陈师 礼拜叩谢 再说道 我们常看到 听到 某人很善良 做了很多好事 却履逢灾难恶保 此时很多人就开始 无法理解 为何是这般的结果 也对行善的观念 产生了止步与偏见 认为此生 只要不为恶就好 也不要去帮别人了 反正做好事 也没得好报 这种观念 是绝对的偏执邪见 不明信因果 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若以三世因果的概念 去理解 所中的善因 并非马上就可以回报 毕竟过去是 我们所中的因果 也要还呀 也要报呀 不是吗 不能单以眼前 所看到的这一世 就产生自己也没做什么坏事 怎会日子过得比别人还苦 这种想法 看别人没做什么好事 日子却还过得不错 却不知 别人过去世曾中了善因 只是我们用凡夫肉眼 无法得见而已 倘若产生了止恶 却不为善之观念 未来世恐面临的 只有惨不忍度而已 想想 难道我们都没有杀过生吗 蚊虫 蚂蚁 蟑螂 蜘蛛 等等 都是生命 只要是人 一定有意无意都做过 况且生一条生命 就得还一世 若不把握今生 多众善因 未来怎有好日子可以过 因此绝对要坚信 因果这宇宙之真谛 众瓜得瓜 众豆得豆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食尘未到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